2021彰化国际艺术节实验剧场 针剑选出的三个团队 日前在武德殿举办演出计划发表的记者会 这三个团队包括了床剧场 狂梦艺术还有生舞团 分别会在12月4号 12月的11及12号 还有12月25跟26号带来演出 难得的艺术饗宴 突破了传统的关锯框架 也欢迎乡亲们可以把握机会 请往欣赏这些剧团 带来的优质演出 彰化今年首次办理实验剧场 打破民众过往看剧 要进演艺厅的既有印象 让民众体会艺术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艺术 彰化国际艺术节非常精彩 我们除了在我们美术馆前面 有非常多的表演 这一次特别也做了一个实验剧团 那在2月的时候我们就公告 林聘的总共有19间的这个剧团 他们来这个参加我们的林聘 那透过富士之后 有9团进到我们的富士 后来又塞出了3团 那后来发现这3团实际上 跟我们彰化都有渊源的 有的是我们的子弟 都有彰化的一些元素 12月4日首先将由闯剧场 为实验剧场拉开序幕 团长黄怀德是云门2的 助团编舞者 本次演出《无马影史》 以彰化著名美食霸丸作为出发店 接着12月11、12日为狂梦艺术 带来移动式的当代马戏演出 重过彰化 最后于12月25、26日压轴演出的是声乐团 团长吴思伟为彰化士人 是德国布莱梅剧院舞团的正式舞者 返回彰化后 积极创作剧彰化卫的演出 那他们这一次呢 三个剧团 有从12月4号一直到12月25号 那三个剧团呢 卯足了他们的实力 做了非常多的表演 那这一次的表演又突破过去 过去我们认为我们看艺术 大概就是在我们的演艺厅里面来看 这一次他们表演的场域 是在不同的场域做不同的一个演出 再次的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共襄盛举 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来举办的实验剧团 彰化县政府文化局表示 这次计划安排演出团队 以彰化在地元素 与环境连结 于非正式剧场演出形式 打造多远的艺文演出环境 为2021彰化国际艺术节 带来不一样的艺术视野 相关购票资讯可上活动官网实验剧场 页面查询 记者雄心仪张华线采访报道